Hello everyone,我是Kazuya 今天要跟各位討論的話題會稍微的嚴肅一點點 因為我今天在中午的時候接到了一個來自記者的來電 內容大綱是最近有發生一起情殺案件 加害者在殺了被害者之後自己自行上吊自殺 並且造成了一些社會上的輿論 有一位議員在接受這個記者的訪談的時候提到 這位加害者是因為到了美國接觸了綜合格鬥技的訓練 並且接觸了一些積極運動 開始練了健身之後 他才導致了他有暴力傾向的產生 這個記者詢問我關於這方面的意見 首先我要說的是現在的新聞產業開始了一些轉變 他們為了一些業界的考量以及收視的考量 他們可能會問出一些比較引導性的問題 希望受訪者講出他們所希望的答案 或者是在受訪者回答了問題之後 擷取某些特定比較刺激性或者是比較心山色的內容 擷取上他們的新聞 因為這樣子比較能刺激他們的收視率 這點我能理解 所以我並不會去攻擊說出剛剛我所說的那些話的議員 因為我不確定那是不是他所講的所有的句子 那或許只是他們新聞記者在斷章取義之後而生的產物 所以我不會去針對這點攻擊他 我今天想要跟各位討論的 純粹只有職業格鬥技運動 職業積極運動 健身是否會造成一個人有暴力傾向 答案當然是不會的 目前世界上並沒有任何一個有力的根據或者是研究報告指出 接觸綜合格鬥技 接觸MMA 接觸積極性運動 像空手道 跆拳道 或者是像我現在目前從事的職業摔腳 還有健身 會導致一個人有暴力傾向 但是卻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報告指出 當你有一個穩定的運動習慣 以及你有一個穩定的飲食計畫習慣 並且接觸了一個正當的訓練 不管是身體健康也好 或者是心理健康也好 都會有非常穩定的提升 這點是無庸置疑的 現在世界社會的趨勢 常常會在發生一起事件之後 趕快的找出一個比較明確跟確定性的因素 並將所有的責任都歸咎於這樣的因素 但是其實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因為他忽略了每一件事件的背後 常常是不斷堆疊上來的小細節而造就了最後的這個事件 就像在美國發生了槍劫案之後 常常會有一些新聞記者或是網路評論 將這位加害者喜歡電玩的事情拿出來做文章 並且將所有的罪過以及錯誤都歸咎在他喜歡暴力電玩這件事情身上 但是他們卻忽略了這個加害人他的背景 是否在他的成長背景當中發生什麼樣的刺激 或者是不幸造成他的身心靈不健康 所以才會促成最後的問題 就以我本身來說我是一位職業手小選手 我也玩電玩 而且有些甚至是非常暴力的電玩 但我並不會在路上看到一個人不高興我就打他 或者是有人惹我生氣我就想殺了對方 並不會 我跟他決定性的差異在於生長背景以及家庭教育 這才是核心的問題所在 訓練職業格鬥技術 鍛鍊自己的身體 接觸健身 絕對不會是導致一個人有暴力傾向的絕對性因素 人們習慣在面對不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事物的時候 以既定概念將他貼上標籤 不過這也是造成歧視對立以及霸凌的原因之一 所以希望大家下次再看到類似的訊息的時候 可以培養自我思考的能力去判斷事情是否是真的 如新聞所講的那樣子或者是這件事情的真偽如何 要由你們自己去思考或統整資料而找到這件問題的答案 最後再重申一次 訓練職業格鬥技術或者是健身絕對不會造成一個人有暴力傾向 如果你認同我的觀點 歡迎將這樣子的訊息傳達給你身旁的朋友 謝謝